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先开十善叶道经第五面 经文第三行 龙王当指 菩萨有一法 能断一切诸我道苦 何等为仪 位于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毫分不善夹杂 世纪能令诸我永断 善法圆满 这一段开始是这一步经的中心 不仅是这一步经最重要的部分 也可以说 释迦摩尼佛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的中心 释迦摩尼佛如是 摄奉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两样 所以说佛佛道统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 我们修行 修什么 这一段话就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修的是净土 为什么要去读十三一道理 甚至于还有人问 为什么你还要讲华严经 一些粗修的人不明了这个道理 净土从哪里学 观无量寿佛经上 唯提西夫人 遭了大难 家庭的变故 过家的变故 痛不于生 向世尊求教 有没有好的生活环境 他想求生 世尊非常慈悲 将社方祝福 叉陷在他的面前 让他自己去看 自己去选择 他选择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他选对了 世尊对他的选择 非常赞叹 他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教他的 这个我们不能不留意 佛没有教他往生方法之前 先教他 敬业三福 第一条 孝阳父母 奉死四掌 雌心不杀 修是善业 第二条 受持三规 居足 众介 不犯卫 第三条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心者 佛又告诉他 这个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正因 三世祝福所修的法门 不相同 这就意思就是说 无量无边的法门 这是根基 无量无边的法门 就是修这三条 这三条是 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 教化众生的 总纲领 总原则 而总纲领 总原则呢 实际上就是 就是前面两句 校养父母 奉死死长 就这两句 佛法的修学 从这里开始 也在这里圆满 这是根本 向下都是方便 怎样 圆满这两句呢 那就是后面的 那就是后面的救治 从雌心不杀往后 是方便的 方便当中最重要的 是雌心不杀 修十善业 十善业道经 就是讲解 这两句话 你说 十善业道经 我们要不要读呢 不懂得十善业道 孝亲尊丝 是两个空洞的口号 不能落实 孝阳父母 奉死死长 落实在 雌心不杀 修十善业 落实在这里 这是敬业真因 特别是要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净土 净土怎么能往生呢 心尽在佛途境 心清新了 雨也清净 深夜清净 三夜都清净 如果你细心 你读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一开头 提醒你修行的纲理 也是敬业三福 教给我们 善呼口业 善呼口业里的最重要的 不及他过 跟六族慧能大使 在谭经里讲的 完全相应 慧能大使说 若真修道人 不及世间过 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 善呼口业 不及他过 天天讲是非 天天批评别人 天天意见都多 这个人不是修行人 这个人不是佛弟子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佛教给我们 善呼三夜 教我们要做到纯善 从哪里做起 今天这段经文就是的 经文也开头 佛教者龙王当之 苏基罗龙王是本今的当即者 苏基罗龙王是代表我们 苏基罗龙王是战语 意思是 咸海 海水是咸的 标什么意思呢 标我们的心不清净 海水是咸的 是苦的 我们晓得 海水是落地上所有河流 统统往海里头流 各个不同的 这个河流的水 就代表一切众生 不同的业 汇集在大海 这个大海 就是代表业海 第三经上我们常常读的 龙代表什么意思呢 龙代表变化 我们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念念不住 千变万化 不要这个意思 佛经里面 最困难的 就是他的表法 你懂得他的表法 佛经就不困难 你就很容易理解 才真正知道 佛说法的意思 开经纪上讲的 愿皆如来 真是一眼 这是教着我们 教六道众生 当之 菩萨有一发 菩萨 菩萨是什么意思 觉悟的人 觉悟的众生 就叫菩萨 玄格线 尘培 宗教大师 玄奉 以菩萨 为 惹 有情 我们是有情的众生 有情就是讲六道反覆 设法界的有情众生 有情众生几时觉悟了 这个人叫菩萨了 所以菩萨的意思是 觉悟的有情众生 我们一般凡夫迷惑的有情众生 这个人开始觉悟了 什么叫做觉悟 想利苦得乐 这个人觉悟了 那么我们世间 哪一个不想利苦得乐呢 人人都想利苦得乐 但是他想错了 把苦当作乐 把乐当作苦 他搞颠倒了 这叫愚痴 这叫迷惑 世间人以为明文立扬 五语六成是乐 他不知道这是苦的根源 决定不是乐 这个东西享受 结果是在三安图苦报 佛经上常常用刀头是蜜 来做比喻 这个人没有救 人真正觉悟了 一顶跟着佛菩萨走 这人救悟了 过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过的什么生活呢 第一个自私自利放下了 其心动念 为众生 为社会 为正法救助 这个人救悟 断悟 修善 转迷为悟 这个人叫菩萨 佛哉慈地告诉我们 菩萨有一个办法 有一个方法 能断一切 诸悟到处 这个诸悟到 不仅是指三徒六道 把舍法界都包括在其中 三徒之苦 佛在经典里面说的很多 诸位众人读经不多 《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相信大家都念过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讲三徒的苦 就讲得不少 常常念 常常警觉自己 我们要不真正好好的干 要不求觉悟 《地藏菩萨本愿经》上 讲的那些果报 就是我们将来 必定要收的 我们怕不怕呢 决定不能够避免的 因为我们今天 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 跟他都相应 人间之苦 我们现在是亲身感受到的 天上虽然落 有坏苦 又辛苦 四圣法界 有不能够破无名 正发身的苦 色法界通苦啊 菩萨有什么方法 能断 色法界的苦呢 只要是苦就是我道 我们称四圣法界还是我道啊 是啊 四圣法界跟一真法界比 他就是我道 他跟六道比 他是善道 跟一真法界比 他是我道 这部经是大神经 不是小神经 像是何等为一 菩萨到底用哪一个法呢 佛在此地给我们指出来了 位于昼夜常念 思维观察善法 这个善法是一直观到上面去的 我们要不怕麻烦呢 那就是昼夜常念善法 思维于善法 观察善法 我们这样念呢 大家就很容易懂得 善法是什么呢 后面给我们指出来了 此法即是十善也道 在这一面呢 道数第三行 最后两个字看起 此法即是十善也道 这是我们修行的基础 修行的根本 连这个都没有 不用谈念佛了 就不必再谈修行了 昼夜是不间断了 今天讲的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 常念是心里头真有 心善 思维是念头 齐心动念 念头善 观察是行为 严于造诸 身于义 无由 不善 这个才行 心里面 怀有自私自利 心不善 这是根本不善 你为什么会造罪业 你为什么会造食物 无非是为了自私自利 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这个错 就根本的错误 菩萨觉悟了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凡夫迷 迷就是念念自私自利 这是迷啊 佛在 金刚经上 讲了几句话 可以跟这个拿来对照 金刚经上说 若菩萨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这不是菩萨 后半部说的尤其好 若菩萨有我见 人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几非菩萨 那个见是什么 见是七心动念 见解 我们今天讲 你还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看法 你就不是菩萨 你就不是菩萨 你就是你 你就不悟了 真正觉悟的人呢 无我 这个人就觉悟了 无我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比较容易懂的 没有自私自利 这个人觉悟了 还有自私自利 这个人迷惑 没有觉悟 凡夫 有的时候听经文法 信息一念光明 这一下就 可是第二个念头啊 又迷了 这个觉悟不能保持 不能延续 我们在讲堂听经 好像是明白了 出去之后就迷惑了 经不起外面 明文立扬 才算明十岁的诱惑 立刻就退转了 所以昼夜 不能间断 你才是菩萨 偶尔放个光 像个闪电一样 不起作用 虽不起作用 相当可贵 为什么呢 无事接来 从来没有放过光的 虽然放光很短暂 一刹那了 也挺可贵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 要学心善 要学念头善 要学行为善 从哪里学起 从实善业造学起 决定 不能有伤害众生的念头 这杀神呢 不但不能杀了 令众生生烦恼 也等于是杀神 人的生命 有物质的身体 由精神的法神会命 所以 祝福菩萨的经上常讲 祝福菩萨 是令一切众生 常生欢喜心 那是祝福菩萨 绝对不会令一切众生生烦恼 令一切众生生烦恼 这个人是母 不是佛 佛不会干这个事情 也许是 这个是 佛菩萨来考验你的 来折磨你 来考验你的 有没有这个事情 有 摩也学会这个本事 摩是真的折磨你 不是考验你 佛菩萨考验你 你通过这个考验 你决定成就了 你像这个宗门 禅宗里面的棒喝 这是禅宗教学的方法 人家真有本事 真有智慧 一棒打下去 这个人开悟了 那真的叫方便 打死都不开悟 那是母 那是禅宗师父 佛知道了 这一板子打下来 他就开悟了 民心兼信了 一生祸吃的时候 他开悟了 他明白了 如果是 打他不会开悟 祸吃不会开悟 绝不用这个方法 魔 学菩萨这个方式 害一切众生 害每一期民 我成就你 所以我们对于佛跟魔 要有能力辨别 不能闪荡 这是提出这个纲领 昼夜都要思维于善法 要心善 心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会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